冰箱世界 走進台灣 美麗空姐還有可愛的 吉祥舞站台 台灣觀光協會會長 葉菊蘭宣告2023 ITF台北國際旅展 即將盛大登場 觀光業復蘇了 觀光業已經開始 事如破竹要準備 昂陽國際去了 去年我們有19萬人潮 今年我們其實可以一直 應該會翻倍 主辦單位準備好了 各大觀光業者也摩拳擦掌 集結了104個國家 高到1300個攤位 將祭出各種獨家優惠營客 像是杜拜的五星行程 你可能一般來說 市價你可能大概要15萬左右 但現場卻只要11萬多 像在日本的北陸 那我們有六天的 然後最低優惠是3萬元 那以春節來講 我們最低就是19,900 就可以出國旅行 長人氣平野機 畢竟台北國際旅展 是全台灣最大 也最具代表性的 專業型旅展 國內飯店業者也不會缺席 我們今年的話 住宿券下沙四三折起 那凡是購買住宿券的話 就可以贈送我們的 經典的日式體驗 我們推出打到75折的 一個自助餐券 那只要1380元 從住宿券到餐券 飯店業者各個打出超值專案 互不希望把握意後商機 在旅展中創造另一波觀光奇蹟 東日新聞李偉城 陳建豪在台北報導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